大家好 欢迎观看Origin视频教程 我是白东升 这一节我们来讲图例文本的有关操作 完整的图例文本设置包含两个对话框 在图例上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Properties 可以打开对象属性对话框 或者你也可以在按下电脑键盘Ctrl键的同时双击图例 同样可以打开这个对话框 在图例上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Programming Control 可以打开程序控制对话框 或者你也可以在按下电脑键盘Auto键的同时双击图例 同样可以打开这个对话框 对象属性对话框和程序控制对话框 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主要内容 我们首先来看对象属性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是用来修改图例文本的显示样式的 左上角第一个下拉菜单是图例的背景 默认使用的是Black Line 也就是这里的黑色边框 这个下拉菜单共有六种背景样式可以选择 第二个下拉菜单是旋转角度 用来控制图例文本的旋转 可以直接选择需要的角度 也可以手动输入其他值 下边的Table 用来决定文本中输入有Table制表符时 该制表符的真实距离 Size是自豪大小设置 右侧有四个复选框 分别是使用系统字体 居中 设置不透明白边 和应用当前样式到所有图例 底下一排是文本样式选择 包括字体 颜色 正常样式 加粗 倾斜 加下滑线 上标 下标 和希腊字母等 整个对话框的下半部分 分为上下两块 上边是文本输入窗口 用来输入图例的具体内容 下边是预览窗口 用来预览图例的显示样式 你一定已经看出 输入窗口和预览窗口中的内容不太一样 这是因为在输入窗口中 软件使用的是格式代码和纸带代码 而预览窗口显示的 则是这些代码所指代的对象 以反斜杠开头的部分是格式代码 字母L表示显示对象属性 后面括号里的内容就是相应的对象 数字1和2分别表示第一条曲线和第二条曲线 完整的调用格式是图层 点对象 比如这个格式代码 就表示显示第一个图层中 第二条曲线和第五个数据点的对象属性 也就是一条红色的直线和蓝色的圆圈 这是因为我事先把这个数据点的符号样式做了改动 缩写里的1和2对应于完整格式里的这个位置 格式代码除了对象属性格式 也就是字母L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格式 这里给出的是Origin软件内置的所有格式代码 第一个是显示AX2码 这可以让你通过输入AX2码来显示一些特殊符号 像加粗 倾斜 加下滑线 上标 下标 希腊字母这些格式代码 已经整合到了对话框的样式按钮上 点击这些按钮 就可以自动生成相应的代码 你需要做的只是输入文本 另外一些格式代码还带有伴随参数 比如这个文本颜色代码 就需要输入一个数字来指定使用颜色序列中的哪一种颜色 此外 格式代码是可以嵌套使用的 关于格式代码就说这么多 下面来看指代代码 以百分号开头的部分是指代代码 后面括号里的内容就是相应的变量 数字1和2分别表示第一条曲线和第二条曲线的列绘图属性 完整的调用格式是图层 点对象 逗号属性 比如这个格式代码就表示显示第一个图层中第二条曲线的数据范围 缩写里的1和2对应于完整格式里的这个位置 这里我们使用了一个地址代码sr来表示数据范围这个属性 地址代码也是需要我们了解的一种代码格式 这里给出的是Origin软件内置的所有地址代码 纸带代码除了这种格式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格式 这里给出的是Origin软件内置的所有纸带代码 第一个是显示某个数据点的值 比如我输入这样一个代码 可以看到Origin返回的是当前表单第二列 第一行的数据值 其他纸带代码相对比较简单 这里就不再详细演示了 在输入窗口输入好需要的图例之后 你还可以把当前设置作为默认设置 点击OK关闭对象属性对话框 可以看到图例发生了变化 有些朋友在刚刚接触Origin时 可能并不习惯使用代码来编辑图例 反而更喜欢直接输入文本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正确使用Origin的良好习惯 使用代码的好处是让各个窗口发生关联 这样一旦某个窗口的属性发生变化 与之关联的其他内容就会跟随一起变化 建议大家从现在开始养成代码编辑的习惯 这是使用Origin处理大量复杂数据 而不至于产生混乱的基础 接下来我们讲和图例文本设置有关的 第二个对话框 程序控制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是用来修改图例的动作属性的 左上角的对象名称是程序控制的对象 Origin已经自动指向到图例 并将其命名为Legend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需要修改这个名称 否则可能会出现指向错误等问题 右边的复选框是变量链接选项 前面我们讲到的指代代码 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指向到正确的位置 是因为这个选项是被勾选上的 如果取消勾选 可以看到指代代码失去了指向作用 中间的AttachTo是依附选项 包括依附到页面 图层框架 和图层位置与比例 依附选项的作用是当所依附的对象 位置和大小发生变化时 图例也跟随发生同样的变化 MouseClick是鼠标单击动作限制 包括鼠标单击图例时 禁止垂直移动 禁止水平移动 和禁止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勾选了禁止选择 那么这个图例就是完全不可选的 这相当于把图例作为背景来对待 要想把图例重新变成可选的 我们需要在Edit 菜单下选择倒数第四项 进入按钮编辑模式 右侧两个复选框 分别是图例是否可见 以及是否实时更新 需要注意 如果取消了可见选项的勾选 你同样也要在按钮编辑模式下 才能重新看到并选择它 下半部分是脚本编辑 包括事件和脚本两部分 事件用来决定何时执行脚本代码 而需要执行的脚本代码 可以直接在这里编写 在Graph 菜单下 有一个更新图例选项 可以用来对图例进行更新 更新图例主要用在 比如添加或删除了某条曲线 从而导致图例和图形不一致的场合 点击这个选项 Origin 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更新模式包括重建和更新两种 当选择为更新时 可以用来更新图例的说明部分 也就是以百分号开头的指代代码部分 你可以选择需要的属性 也可以使用自定义属性 当更新模式选择为重建时 整个图例将被重新加载 并且这里多了一个排序选项 可以看到 和图例说明无关的内容都消失了 整个图例按照这里的设置 重新加载了一遍 最后 你还可以把当前设置保存成主题 方便以后调用 如果你不小心误删了整个图例 还可以在Graph 菜单下 点击New Legend 或者使用快捷键Ctrl 加L 来重新生成一个图例 最后还要说明的一点是 除了图例拥有对象属性对话框 和程序控制对话框以外 其他文本框和图形元素 也有这两个对话框 设置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我们就不再单独讲解了 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图例文本设置的有关操作 加上前面几节关于绘图细节设置 坐标轴设置的课程 我们已经完全讲述了图形参数设置的所有内容 熟练掌握所有这些参数的设置 可以让你的图形更加美观 整洁 下一讲 我们来接触数据绘图部分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图层 我是白东升 感谢你的观看